主要是周 又是神聖 周的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有什么神聖呢?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书一下 自己记住耶稣为祝耶路撒派 耶稣是第一次由耶路撒派 耶稣每年的知识都会跟耶路撒派 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杂话 这个很大的节日就是愚哲 这些愚哲是什么? 愚哲就是天主和埃塔将耶稣的人拉出来 不再做劳太人 只为自由的人 去抗议预好他们的福利 所以未离开耶稣之前那晚 主吩咐他们要杀一只公羊 然后敲掉它 吃掉它 连苦菜 连饼一起 因为那晚尚书已是将耶稣所有首身都会毁灭 但犹太人因为甚至公羊将公羊的血 铐在江湖上 因此看到这个标记 这间屋里所有首身都会毁灭 所以这件天主拯救的事 告诉他们知道 你们西西岗岗都要纪念 告诉他们的子子孙孙天 天主怎样拯救他们 所以犹太人一直遵守六岐古 今天也要继续做这件事 耶稣是犹太人 所以他也要做这件事 所以他预备休 耶路撒冷 去过宇宙 但这次有些不同 这次他走去的时候 好像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一样 看到耶稣来到这里入城 也没什么 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 当我未知那样不毁灭 看到那些宗女资责了下来 就好像挥其夫一样 是想叫赫三万贞美之子 赞美耶稣这都多开心 但诗教他说耶稣采出什么 是,狼 是,狼 是 他是个狼 你真有分开 这是拙狼 诗 packages 爲什麽耶穌坐在這裏 沒錯 他們想知道 他沒錯就是寶世的軍王 不過這個關禍和這個世界的軍王是不一樣的 所以坐著這個籠子已經是一個象徵 這個象徵的謙卑 原來這關剛才是編成《經濟》《二十二十字書》 或者剛才我們授架 指揮 那些人為什麼對這個軍王呢 拖河口水 打他 車子龍鬚 持官帶在他床上 打他行禮 那些人打他 他們沒有軍王來這樣 灑掉這些口水 做些狂狂的事就過了 但是聖經就說 耶穌就是接受這些人的服務 所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有時候的人都會理會我們 當你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 你有什麼反應 正常的反應就是反擊 正常的反應就是以牙還牙 你這樣對我 還沒死 找機會是自己博之叫給你打 是不是要這樣呢 是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記那個信主的人 你是基督徒 你看看你的師父 不是這樣 不過你又不是這樣 那是有些問題的 在這一週 你自己應該要去巴士 就是主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教導 這個教導就是剛才你念那個說話 或者上禮拜訪那一次 耶穌說參與這個聖經 三天就要重建 那些人聽了之後都說 你神經病 你知道這個聖經起了多久嗎 四十六年 你三天就起了 正正代表了我們聽耶穌所說的 耶穌不是說什麼 那個電語 耶穌是說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就是這個電 我們本來的身體都是聖神的宮殿 耶穌說的是這個身體 這個聖經將會接受死亡 不過第三天 這個身體要復活 所以死亡 為基督徒來說 不是一件很得人的事 因為我們有復活的欺負 在我們生活中的聖經對待這個身體 你準備了一條命 你好好照顧這條命 珍惜這條命 因為隨便吧 隨便吧 隨便吧 我都沒所謂 如果是說 我們不是等三天復活 你等多少天 我都不知道 你又買多少復活 為什麼你要為你好好照顧這個聖經 打掃好這個聖經 就是要成為一個結智的聖經 能夠得到這份理由 最後一件 就是我們看到 耶穌的苦難 耶穌的死亡 的最後是什麼 是光榮天主 耶穌想不想死 絕對不想 耶穌知道聖經是什麼事 因為他經常在這裡出入 他經常在耶路秀蘭 他是猶太猶太 他在這裡住了三年教 他有沒有見過有人聖經死 當然有 所以他知道聖經是什麼事 是一個很殘酷的刑罰 這個 現在他自己知道 他又將要面對同樣的懲罰的時候 嘩 嚇到他 真是 真言語道怎麼形容 言語道他流的不是汗 在汗裡面有血的 我想我和你都沒試過害到 我們流汗流出血 不過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 心理面穿 當一個人激動恐懼的時候 原來會出現這種現象 這不是描寫的事實 然後耶穌說 好啊 免得去過這個杯 我不想不祭 不要搞了吧 不過 不是我的意思 你叫我什麼 我真的不想給你 是我很害怕 但是照你的聖意 照你的意思去做 所以這個死亡會有 單止是復活 是帶給我們 光榮 福的光榮 我們的光榮 我希望 現在的幾句 即是四號 即是五號 即是六號 即是日號 你們參與禮儀的時候 記得不是參加禮儀 而是自己反省下你的信仰 問一問 耶穌的苦難 耶穌的愚悅 和你有什麼關係 你怎樣承擔自己生活的罪歌 願意將你的罪口 像耶穌之女一樣 拼死在神字下上 你獲得生的生命 敘工 我 transitions 併이션 按她 也順 甚麼 可以 真的 要 主 每 我們